而现在网路上面蛮流行的 这个市面上也很流行热卖的 这个培养的太阳菇 或者是叫做太阳菌 你看起来这样一颗一颗的 加了黑糖泡水 喝下去说酸酸甜甜的 可以减肥还可以治酸痛 所以很多人直接把它当饮料来喝 那么专家现在警告 这种所谓的菌种 来路不明不建议饮用 因为不晓得以后 会不会发生伤身的副作用 汤匙搅动桶子里的黑色液体 将里头的颗粒捞起来 张欣妇人笑着说 这可是帮助减肥的限单 我会开始喝这个 就是有人喝了 告诉我他减6公斤 然后我说很多 很好的症状 我都没在他听 我只是听到那6公斤来的 朋友口耳相传 说一颗一颗的太阳菌 泡黑糖水 喝了可以排宿便 妇人抱着姑且尝射的心理 喝了半年 身体似乎也出现明显的反应 我吃得不错 我吃得不错 我也是说 你要吃不好 你看你会比较散 我有病哦 你要吃 不过坊间培养的这种太阳菌 来源不明 疑似从大陆进口 透过泡水培养 可以繁殖再生 一般人用一碗菌 加上半碗黑糖 无碗水浸泡菌种24个小时 将水过滤之后喝下肚 民众说有减肥或致酸痛的功效 不过泰洋水喝下肚 真的可以清长肚吗 那里面砸菌 砸有这个大肠肝菌 出到肚主里面以后 那就会拉肚主 拉肚主可能就所谓的 有减肥的效果 但是它是事实上 是对身体不好的 在派出所当志工的妇人 自行泡泰洋菌水饮用 警察背背质感远观 却没有勇气喝一口 专家警告 来路不明的菌种 最好不要任意食用或饮用 以免吃出问题 伤害身体 昨日新闻李梦章张军栋 台中采访报导